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辛苦了 那個我想 是不是在哪邊 那個 其實從昨天記者會 其實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邊就有網友 幫我們這個記者會做了一個定調 他說 連道歉都還沒有演練 那是一個背黑鍋的名單 然後是甩鍋大賽 因為為什麼 所以我們直接往下 今天早上總統他也在講 國軍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國軍的事就是我的責任 那我想 其實我們說實話 再直接往下 其實是真的蠻心痛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真的對國軍 是 非常的支持 而且我們國軍弟兄 真的就是保家衛國 我們的英雄 但是今天其實今天國軍 這個 這件事所有的問題 是整個系統的問題 其實說實話那些染疫的官兵 我們都覺得很心痛 因為他們其實是受害者 他們已經變成替罪羔羊了 甚至我們今天這個軍中體系的很多的幹部 其實也是這個概念 因為為什麼 就是我們當然真的要問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是真的可以指揮國防部嗎 這是有相連嗎 報告委員在防疫這塊 是防疫 那所以 要這個 等於疫情中心要跟這個 國防部是要能夠扣連的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國防跟外交事務 真的怎麼協調的 這一段其實總統為什麼會跑出來說是他的事 因為我們老實說我們也很清楚 其實國防事務外交事務 這一個端頂 只要端出說這是跟機密有關的等等 跟國家安全有關的 其實說實話這個疫情指揮中心我也很懷疑能協調什麼東西 今天這個敦目艦隊這個或者之前 也有委員說這一次好像還有點秘密任務情 能不出去嗎 所以 這到底是誰的責任呢 雖然我們今天一直說 很多委員一直在質詢說要問這個 到底是誰下的令 其實這是技術性的問題 其實我們真的是有個體系上的問題 再來說 這個還沒完 這疫情指揮系統的指揮官層級 我想我們民眾黨在很早就談了過這個問題 其實當時有提出警告 就是說 到底這個層級在什麼地方 其實當時 可能很多坊間還說 我們是不是在逆時中 其實也不是這樣 其實今天這個問題就已經出現了 這問題就很明白 就是因為 國防跟外交的這些相關事務 在這個防疫體系中 到底行不行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 中央疫情指揮體系 到底 對於這一段 能做什麼 部長 你們現在到底這件事是聽你們的 還是聽 疫情指揮中心的 這怎麼關聯 有關防疫這塊 我們是 尊重 中央疫情中心的指導 是喔 也沒關係 其實 真的 我們只能說 其實我相信是 系統整個出了問題 雖然 再往下 目前有15名 隊員是在離島 請問在離島的這些 艦員 他們是怎麼來的 他們現在是什麼時候上去跟下來的 這個就是他們15號 移開了 左英港 所以他們就自己 自己去澎湖 自己去 金門 這些 所以這中間又 又一大串 好 那沒問題 我們看 其實現在 這個離島 已經馬上恐慌了 現在這個澎湖 賴縣長 賴縣長 直接就說了 去台南 去高雄 都直接禁止 我想其實這個 也不能說影響不大 那這 真的就是 那我們也說是不是 對這些人要更 嚴格檢疫呢 我們也只能說 還有一些人 是這樣 這是衛福部今天的報告 有78個人是自主健康管理 這也符合嗎 就是這些 艦員他們可以自主健康管理嗎 因為按照這個標準 他們應該是檢疫或者隔離 這怎麼說 如果CDC或者誰的 可以這樣做嗎 如果他是艦上的 其實全部遭回在集中檢疫所 所以這邊的78位是 先前公佈的24例確診病例 他們的 已經到 回到家 這78個人他有上傳嗎 他沒有上傳 他沒有上傳 所以這是他們 他們自己回家 那其他全部都是 檢疫跟隔離 是 好 那我往下 另外 當然其實剛才有委員 已經垂詢了 就是說這個 我們用這個外籍漁工 然後這個地方 當然還有一個 等一下我會問一個小問題 就是聯檢小組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外籍漁工 這個辦法就是這樣 其實剛才委員 也有人在詢問這題 就是說 真的就算我們用這條好了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這個艦艇官士兵當這個好了 可是這一條本身他也有寫 要全程從未有 還有返港前30日以上未有 在海上轉戰 進入他國港口 並船交流 船員移動及接受攻海登檢這些 要這些都沒有喔 你才能玩那個30日喔 那我們現在要問 真的都沒有嗎 呃 我們這30天 就是一個帛流 其他就是剛才委員 這個不算是 轉嗎 因為我知道這個磐石艦的 他們的官士兵進入帛流也是 做了一個小船進去嘛 他就從帛流回來以後 我們還超過30天 再加6天 再加6天 這都一點都沒有跟其他的艦艇有任何接觸嗎 沒有沒有 好那往下好了 好 然後呢 就算用這個辦法 還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在地的衛生單位 你們這一次的解禁後 因為 再往下 往上好了 應該是有談說用左營 醫院 左營軍醫院那邊的 做這件事 你沒有跟在地衛生單位有 有過聯繫嗎 高雄市政府那邊的衛生局 有有關係嗎 不好意思在一點點小時間 依照目前的檢疫規則 事實上軍港他們是沒有受我們地方衛生單位的 所以地方就是完全不知了 軍系有軍系自己的這個醫療體系 所以你們都好 一大堆都是例外嘛 對不對 一大堆就直接往下 是不是就是說 這些程序上 就是看 只要是軍方這邊的例外 還是到 所以我們還是老問題了 到底是 受不受你們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還是說你們都是只是參考班 而且其實剛才那個漁業的辦法 老實說也很奇怪 我們又不是漁民 但是你就是找了一個這個條文來做這些事 跟委員幫他的學理是 他的原因是因為就是 我們認為說如果沒有病毒上傳 那我們觀察就是說 這些人在船上已經過了兩個潛伏期30天了 如果都沒有出現症狀跟疫狀 並沒有病毒上傳 總之好 沒關係 總之就很明顯說 是異常的風暴 其實當然我也承認我們官士兵弟兄 這一次辛苦了 也真的很多的問題 就是承受了很多的壓力 但是這個整個就是一個體系的問題 就是我們整個 這個大的體系 這些不用 往下 這個不用 我們都知道 好 其實最後我們還是一個呼籲 我們希望大家還是好好的面對問題 解決這問題 這個總的 在我們今天是這個防疫體系的問題 我們也不希望有再有一次 但是 整個這個CDC 還有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 跟整個現在 像國防市 還有像外交的 在相關的這些事務上 我們需要一個完整的體系 完整的有言負責 好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